在迪拜允许一夫似妻子 难道就没有婆媳矛盾吗 迪拜的小伙伴调侃说不敢有 因为儿媳妇太多了 婆婆怕被围攻 毕竟双拳难敌八手 开个玩笑 其实主要还是关键的问题 年轻人婚后就脱离了父母 自己生活了 双方互不干涉 所谓相处亦同住男 每分周末或者节日 带着孩子去婆婆家过节聚会 而且婆婆对媳妇是没有任何的要求的 不会因为自己是男方的长辈 就揣着架子 也不会要求媳妇要孝顺自己 他们之间更像是朋友 之所以这样 主要原因还是社会的福利非常好 免医疗免教育 老人不需要侄女散养 即便是生病 护士可以解决一切的问题 并由政府买单 不会给子女一点点的负担 年轻人生孩子更比喻说买粉 要不是各种补贴 跟父母之间相互没有诉求 也没有期望 从另外一个角度可以理解成 迪拜人人情观点淡薄 距离感非常强 但也因为这样的文化 避免了很多人际关系的困扰 哪怕是家人之间 也不会产生相互依赖 自然也不会发生矛盾 婆媳大战了 请问你愿意做迪拜的媳妇或者婆婆吗 想要了解迪拜更多 记得关注小鹿